文字幕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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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制度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 正义性事件背后 知道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群众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我们知道台北是一个盆地 那过去台北在早期也是农业非常茂盛的地方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台北的水是从哪里来 现在在台北这个大都市当中 大概很难看到跟水有关的浚沟 或者是这些河流 但是其他很大早期的水是从新店的山上穿过了景美溪 来到台北市来进行灌溉 那他也经过了罗斯福路 经过了这个台大校园 后来再往北边出去出海 那这条车是叫做柳公郡 柳公郡在台湾的这个开发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郡沟 那他同时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水郡 然后有数百年的历史 那但是在最近这几年 其实因为开发因为建商的关系 使得这个柳公郡的沿岸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 早期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台北市的这些柳公郡的样貌 那但是在新店在平林这一带你还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因为这个开发的关系 使得这个原来样貌已经不见了 而且当地的很多的住户也因此有些住户也因此受到了迫欠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就要来谈这个柳公郡的这个迫欠案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争议 但是他背后有很多国家跟制度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柳公郡的被迫欠户赖币 蓝小姐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蓝小姐你好 蓝小姐好 非常谢谢你来跟我们接受访问来谈 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家当时为什么会去住在柳公郡的这附近呢 因为就其实以我的年纪跟我的外公外婆 他们的年龄差距其实差的一次剂相近那个一甲子以上 那所以我从那个家族的一些资料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因为是万新铁路这个关系 因为沿着新电溪就是旁边就是万新铁路的新电站 那只有早年就在那个新电站的周周比较有谋生的机会 那我是从我们家族的那个所谓户籍资料 看我的外公蔡金木先生他的父亲蔡天德 他的那个户籍资料上面是写那个铁路段助攻 那所以我就从这样的推测来想 他应该是这个原因所以在新电站这边落脚 那因为不许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外公是明治43年生 就宣统二年 宣统二年 哇一百 所以我们在那里已经住了一百多年 对 然后我外婆是大正七年出生 那我外婆她是从那个暗坑那边过来的 所以可能这两个家族之间的早年的那些关系 所以他们会在新电 就是新电站这边去结室 然后结婚 进而就是组成家庭在这边落脚 我想这个落脚的这个整个背景资料大概是这个样子 你们家看起来是跟整个台湾的这个水利的开发 或者甚至铁路的开发 或者是交通的开发 城市的开发都有一些关联性 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家的那个地方的这些聚落 有什么样的特性 有什么样的历史上面的一些意义吗 我们家其实就是现在来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一般西洋人竟然会觉得说是台北市的秘境 因为就是为什么在新电捷运站一转进来 沿着郡道转进来就看到所谓的我家门前有小河 就是我们家是门口是正对着流风郡的 算是饮水头了 然后背后我们家的正后方就是现在北新路 现在北新路就早年就是万新铁路的铁轨在走的地方 可是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完全看不到了 那唯一可以指认就是新电站的位置 跟铁路当初的仓库甚至于那个围墙 其实那座围墙还在 就在我们家的正后方 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房子坐落的那个地理位置 是相当的特殊 那早年那个房子在那边其实是见证 从应该说民国 民国五十几年到近来 它整个郡道的水利的发展的变化 甚至于万新铁路的消失 然后到今天的捷运 就是见证两条动脉的变化 那所以就到目前为止 这个环境呢 很多人进来就觉得说 它是整个新电地区 它整个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 能够指认的一个地理位置 但是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最近最近有很多的建商 或者是很多新的大楼 或者是你刚刚谈到水岸第一排 或者在那地方早期也有包括 这个原住民的河岸部落 也是被破迁的这些历史 都是发生在新电这个地方 新电溪 对 在新电溪的这个沿岸 那我不晓得 你刚刚也谈到说 你在那边已经 你们家族住了一百多年 为什么你们家的房子会被裁 其实我也 其实到目前 你这也不晓得 我自己都觉得说 我们很多法律的权力 一直不断的在这十年之中 不断的被冷截 其实如果我从说 为什么今天面临到这个破迁 其实要从民国94年开始说起 94年的时候到96年之间 台北县长周旭伟县长 他就提起了一个计划 就是刘工俊改造风华在线工程 他其实有跟住户做为期三年的说明 那沿岸的住户 包含我们家 我们都有提起就是说 我们既然有房子的产权 我们希望跟土地能够产权合法 所以我们有询问当时的 那个主管机关 刘工农天水利会的一个 他们的代表 那我们说可不可以租给我们 或卖给我们 那他就说不租也不卖 不租也不卖 可是就在他99年 就是刘工俊 就是整个施工完成之后 那是270周年 270周年他做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纪念的大会 那在这之前还找我外婆也拍一个 在地期老的官方影片 可是他隔年 隔年在100年的时候 他就卖给了一个 从来没在那边居住过一天的建商 然后我就开始面临一个 破签的一个诉讼 那其实在这整个 我后来看这整个 其实在诉讼的过程之后 很多资料才慢慢呈现 才知道就是 刘工农天水利会 他在卖地的过程呢 他其实是完全的 漠视我们的居住权 也就是我们的优先购买权 这个中间谈一些司法的东西 其实是很吊诡的 也也就是说 我先提醒一下 这个房子你们是有使用权 我们有使用权 所以你们有门牌号码 有所有权 然后也有这个缴税 有有税盘都还在 然后有门牌号码 然后有水电 都有都有 但是地上的土地的权利 不是你们的 对 可是我们不断的 我们从我们家族的历史 的资料里面有看到 那个文件都还在 就是民国最早 我最近手边看得到的文件 民国五四年 我外公有跟水利会要申购土地 可是那个会议后来结果怎么样 我看不到文件 但是很显然是没有买地成功 那乃至于到民国五十八六十二 所以土地所有权是水利会 水利会 我们有不断的要申购 那他的回复就是说 机关用地欠难照办 那到郡道的 风华再新的工程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提要买 那他说对不起 他们不足也不买 你看我们的房屋税单都还在 这些都还在 那但是就不太清楚 为什么他可以直接就漠视 在那边长期居住的 住户他的优先购买权 可是如果从一般的法律的 来看就是这个土地 就是这个柳工水利会的嘛 那他什么时候卖 卖给谁 应该是他自己可以去处分的权利啊 他自己可以处分 但是他也有他的那个 不动产处理要点 怎么说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工法人的一个身份 他也是有针对台北市那个农田水利会 不动产处理要点 上面就是有白纸黑纸写得很清楚 而且他们也是每年都会 有做了他们地级的清测 上面就是有多少是他们的财产 多少是郡露 乃至于说哪些土地是被占用 他都要做善进 善进管理的一个责任才对 他的义务是要有的 所以这个处理要点上面也是 是表明说 援助户是有优先的成功权 对 他有一个那个 就是占用户 他把我们当成占用户 那其实在更早之前 土地到底产权属于谁 其实都到现在都已经很难 这个也是台湾的整个土地 政策土地发展一个问题 所以后来你们就没有 他就不卖给你们 对不对 但是他卖给谁呢 他很调背 就在民国99年 他做了270周年的一个重大 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踏水活动 然后其实这就是我们家族 噩梦的开始 他就 这是270周年的时候 270周年就是水准的 270周年水准的一个活动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很多是明代 可是这次却是我们的 就包括这个刘胜良 还有周希伟县长 对 都是在地的明代 我觉得地方明代 其实应该是要替地方的 要顺便的罗家 对他应该替在地的民众 就是伸张他们的正义才对 可是我却发觉我们的正义 确实是被一些明代给践踏的 那我刚才有提到说 这是民国99年 民国100年的时候 他转身就把土地卖给了 就是没有在那边居住过一天的减少 然后我在诉讼过程中慢慢发现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文件 因为这些水利会是个很 我不知如何形容这个单位 很多资料我们是拿不到的 那是透由诉讼过程就是把官去调阅 慢慢慢慢一件一件的流出来 那就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 他是100年的12月底工他飙售 可是后来我就看到 就是说他在100年8月的时候 建商跟新北市政府 那时候已经是新北市政府了 就说我要开发 就是我们家那个房子坐落的土地 他说我要开发那块土地 我有什么必须配合的 城乡发展局就说因为郡道在施工 他说郡道特正在施工 所以请保留三公尺 可是民国99年不是郡道已经完成了吗 也举行盛当的经验活动 为什么会有那张公文呢 然后100年的9月 水利会就把土地马上 就我们家的房子坐落土地 切割成树小块 然后隔年100年的10月 就跟台北市政府讲说 我11月要开会员大会 11月份 100年11月份就会长就提案说 我们家这房子坐落土地 因为建商要那个要申购要开发 所以他就打算就是标售给建商 然后100年12月就建商就买走了 然后这些所有的讯息我都不知道 我们家完全不知道 被告的时候就开始要面对这些 所以你是说水利会后来告你们 水利会没有告建商 是建商告 用什么样的理由告你 亲债还是 民法767 对 拆屋还地 对 这个其实民法767是我现在背的很熟 可是在一开始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为什么767它会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居住率 会要把一个在那边居住超过近一世纪的人 然后要活生生地把他们剥夺他们的居住权 连他们优先购买权都完全漠实 所以当然对建商来讲说 我这个土地我已经买了 你在这边不走他就来告你 那后来诉讼的结果是什么 诉讼结果其实历经几年的诉讼是 在一审的时候某一位法官是有 就是判我们胜诉 是认为我们有时效取得地上权 那他法官也 时效取得地上权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土地不是我们的 然后我们这个房子也公然和平的 就是在那块土地 不是自己的土地上 已经居住超过20年以上 所以这已经 因为早期因为 我想在建筑房或所有的法 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 是保障就是住在上面的居住权 所以用时效取得地上权 让这个房子合法化 然后住在上面的有一个合法的权源 对 那结果呢 这个判决出来 然后后来在往上层级的 的那个 就后来就被推翻掉 被推翻掉 就是在往上层级的法官 就觉得这个判决是无效 对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这样讲其实对现在的司法 其实我某方面是希望司法是进步的 可是后来我发觉 因为我在这个诉讼上 也面临到一些司法上的迫害 我 怎么说 我不觉得 讲这个我每时候觉得好沉重 我不觉得法官 他其实是公平正义的 因为 我曾经就是 就是刚刚那个胜诉的判决 到法 到往上级的 上级审的时候 就开始面临到 让我人生经历过的 另外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司法的迫害 就法官他会认为说 你就是一餐一碗饭就好了 然后你业绵八尺 你为什么还要让你跟人家一起 就是被人家被告 他觉得我就是应该自动的就是 就应该就离开这里 那其实这个我现在是轻而 就是很轻而淡写的讲这个过程 可是那个过程应该压力很大 非常大 非常大 甚至就是有某位最高法院的 最高法院的厅长 他曾经问我们说 我们怎么骗过法官判我们申诉 对 我当下就有了一轰顶 我想说 都是同样是司法 其实这不是你骗不骗的问题 是法官 这由他们所有的证据来做判断的 对 你们有这个本事去骗过法官吗 我不清楚 然后他 因为我其实后来 我其实很感谢法律辅助基金会 他有辅助我 就是说 因为我其实没有这个能力 继续一直往上打 因为一无两送 他也是说 你们法律辅助基金会 辅助你们 那我终身 他说我终身就是有愧于国家 他说我欠政府 对 他说因为 这法律辅助基金会 本来就是要辅助这些 可能需要诉讼协助的人 是的 那当然国家会有一些支持 但是为什么会是欠国家 这不是一个国家的良好的政策吗 是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 同样是司法的人员 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那我觉得这句话 对我跟我的委任律师都太沉重 他甚至跟律师讲说 那你法律辅助基金会给你的 你这样换算起来 你事务所怎么去维持下去 乃至于说 如果说这个案子是他来做的话 他来委办的话 他最少要收50万 我其实不太清楚在那样子 对我而言 司法殿堂是很崇高的一个殿堂 已经不是在救世论事 如果你说的是属实的话 他就不是在针对这个案子 在做考虑 我觉得我当下我觉得 我其实真的 那时候脑筋不太能够思考 因为我人生就活到这个衰竹 我没有想到司法人员会讲出这样的话 冲击我对很多事情的真相 还有他的公平正义 当然如果从他自己的法律判断 也许觉得说 他这除了全盘就不是你人家卖掉了 所以他应该怎么怎么样 但是有些东西这样听起来 好像并不是一个跟这个案件有直接关系 是没有关系 不过在最后可以看到 目前是一个 这个是建商是算胜数嘛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随时都要面临到 这个财务还地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随时都可能被拆掉 目前比较严峻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事实上在两年前就已经三审定言 已经进入强制执行的阶段 可是事实上因为我们在法律上 还有很多权力 还正在努力争取 那也申请了释线 是用取得地上权解释的释线 那也在行政法院就是要提起 就是对刘工农田水利汇 他当初飙售让售涂地的 这个处分是无效的 因为他是 因为监察院有一份调查报告出来 水利汇他在卖地的过程 他完全没有 就是依照他们应该有台北市不动产的一个处理要点 来让现有的占用户 他的权力 让他有优先购买权 甚至于层住 他完全漠视 他是以非事业用地 就是无人居住的空地 在让建商取得这个土地 那事实上我们跟水利汇 其实站到我们家门口 看得到会水利汇大楼 水利汇大楼也看得到我们 然后我实在不清楚 到底是发生什么是无人居住 那我外婆的官宣影片 又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就是对于水利汇而言 他们事实上有很大的疏失 他有很严重的疏失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单位 所以你的意思说 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已经很清楚的跟我们讲说 水利汇有这样的一个疏失 例如说明明有人住 你跟他想说没有人住 然后明明住户有优先的成购权 然后你又卖给建商 然后这过程当中 住户可能在这几年来表达 想要去买这个土地 你们就说国有地没有要卖 他就说机关用地 机关用地没有要卖 对 欠难照办 可是你怎么会一转身 卖给一个从来没在那边居住过一天 只是单纯要开发 要盖大楼的建商 这明显就是土利 土利财团 他卖给谁要卖多少钱 他卖多少钱 因为事实上我看 后来看到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会议记录里面 沙能卖的价格是很便宜 就是他每一瓶的价格 是远低于市价 远低于市价 远低于市价 那如果说更早往前推 更早前民工54年 如果我们的长辈有说要申购 那时候同意 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正义 当然 水利会他作为一个公部门 他应该就是来处理这件事情 而不是把他用公法顿路司法的方式 这无意之间就是浪费司法 也让人民就是沉沦在一个痛苦的深夜之中 因为监察院中已经做出了调查报告 所以很显然 这不是你们跟水利会 或是你们跟建商的问题 而是一个国家的体制 或者是国家法规 他的制定 那到底这些相关的机构 相关的待遇 有没有去执行 有没有去遵从国家法规的问题 那这个调查报告也明确地指出了 水利会的一些错误的地方 或是这些失误的地方 那接下来你们要怎么办 或者说这个调查报告 能够去防止你们家被拆的这样的秘密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头来讨论 欢迎再次回到 《燦热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仲 《燦热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照过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访问了柳公俊的被迫前户赖毕珍 毕珍 你好 你好 毕珍 毕珍今天要跟我们分享 在前段来分享 他自己在一路走来面对建商 面对水利会 面对司法诉讼的一个过程 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说 我们在台湾会看到很多 好像是私人跟私人之间的产权的争议 但是其实他不是那么的单纯 因为有时候是国家放任 或是有时候是政府 他正一之眼闭一之眼 或者是有时候是政府该做的这种帮忙协助 他或者是他应该要做的规范 他没有认真的执行 所以会放任变成好像私人之间跟私人之间的问题 可是他可能背后还是一个政府政策跟法律的保障的一个问题 刚刚我们在上段节目当中也提到 柳公俊的这个破签案 其实监察院也介入了调查 监察院调查的结果 他指出来的是这个水利会本身是有一些问题的 包括刚这个赖姐特别跟我们谈到的是 你没有这个落实优先承购权 然后有一些根本本来有人注入的 但是你还说是没有人注 这个在资讯上面可能是有一些落差 那我接下来还是要请教一下这个赖姐 就是说当你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监察院也做出了这个报告 那你们接下来还会再面临到那个拆迁的这种压力吗 或者是你们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事实上我其实这些年的压力 面临就是诉讼过程就是不断 尤其到三成定验之后 就觉得司法上的不乐观 所以那个压力其实是不断的往上升 我其实也在测我自己压力到底能够承受多少 那事实上两年前就已经进入强制执行的程序阶段 那个压力其实是有一点在放 就是你随时都有可能家就不见了 房子就被裁了 我其实真的 有时候在告诉我自己说 我还有很多贵人在相处 或者你还有没有明天 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这样想 但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 人生还是有很多希望的 不是这么沮丧的 我都一直不断的告诉我 而且很多人在帮助我 甚至我在这个诉讼过程有律师帮助我 那甚至有一些NGO组织 像帕颇签连线 然后台湾人权处境 我还有人权工业建设的联盟 联盟 对 人缘盟的帮忙 对 人缘盟的帮忙 那这之间就是有很多法律的一些 一些宝贵的一些资源提供给我 那当然就是陪伴的力量 陪伴的力量也更胜于这样子的 让我没有中间就趴下去 对 那因为我说已经进入到强制执行的这个程序的过程 所以我们其实在行政法院这边 也是一直就是赶快要确认就是说 他当初卖地是无效 因为根据监察院 所以你也提起习政诉讼 有 我们去年已经有提过一次 可是我觉得很可惜 不太清楚为什么法官他会 只有做程序上的裁定 并没有做实体的审查 他完全就是说 因为他觉得水利会要当初卖地 他是跟台北市政府 他主管机关做被查 他觉得这不是属于行政处分 所以他在程序上就把我们驳回 OK 所以我们就是还是会预计再提 希望那个行政法院能够做实体的裁判 那另外我们在去年111年7月份 也送进一份那个市县申请书 针对市校区的地上权的市县申请书 那目前还没有被退 那因为他有没有受理他也不会跟你讲 但他如果确定不受理他就推荐 那目前是没有受到不受理的一个通知 不过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看 就是就算这个监察员做出的报告 或者是视线的结果也是对你们有利的 可是在现实的状态就是你们的地已经卖给奸商了 对 那这个还有挽回的机会跟可能性吗 或是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会有期待 其实我在被告的过程 这里面就遇到很多来关心我的朋友 那其中就新北市文史协会夏生理老师 夏老师 对那西校老师还有当时的太阳化学员的曾博渝 嗯 博渝 对 他们两位开始介入 他觉得这明明就是一个值得登陆保存的历史建筑 为什么会因为土地开发他就要消失了 所以在104年的时候就新北市文史协会夏生理老师 跟曾博渝就帮我做了第一次的提报 嗯 那很可惜 提报文化资产 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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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可是那一天的那个委员的现场的场刊 也充满 充满吊诡的一个现象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对整个程序不是很清楚 嗯 我就看到新北市那个文化局的科长带领委员过来 建商也过来了 建商 建商 因为土地 因为土地是他的 对 我就看到建商跟科长 嗯 科长说我知道我知道都处理好啊 然后那时候其实不懂 嗯 我对很多事情我都是后知后觉 我不太清楚那是那是什么意思 那果真那次就不与列车追踪 嗯 那但是因为我们觉得说确实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 很多文化团体甚至学术团体 会因为来现场导览 嗯 就觉得说这个房子在这个地方坐落那么久 也见证流工郡 对 今年已经应该280几年了 280年 这整个郡道的心酸 因为你看他当初是灌溉到整个台北市 对 让台北市台北这个盆地的稻田水田化 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贡献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家政务后的万新铁路 也是因为他大政经过10年开始兴建 经过54年因为没落所以就拆除 也见证整个交通的演变 从铁路公路乃至于 这还包括产业啦 就是外星铁路跟煤矿的产业是有关的 就是只有这个房子他可以见证整个新店 他整个两大这个发展的动脉 这个动脉其实包含水利跟交通 那产业的动脉甚至就是说煤矿跟茶叶 所以他存在的那个对于整个历史的演变的那种 活的历史的指认是非常具有文资价值的 所以他的特殊地理位置场域精神是非常高的 那所以我们在107年的时候 夏老师夏三宇老师就他觉得不行 一定要赶快抢救这些老宅 然后又第二次再申请 然后第二次再申请文资委员就 一群文资委员浩浩荡荡 跟第一次104年的那些委员都是同一组人 然后他们进来就是 就是进来就这样讲一讲 这房子就是指一指指一指啊 然后就还是不以列策 然后到111年夏老师 就是这些年夏老师一直不断跟我讨论 就不对啊 这个真的一定要保存啊 你看就是尤其是那个在那个 万兴铁路丁州站 那边有一处 也被台北市政府登陆啊 因为他觉得说 他就见证煤矿的 煤矿的兴盛 可是不对啊 煤矿应该是在新店站啊 那照理说应该更值得被登陆的 应该是在新店 怎么会是在丁州 所以再次110年再次送件 一样就是 所以送了三次 对那天是都在外面谈 连进屋都 委员都不想进去看 但是那房子的 他的梁木的构造啊 整个屋子的就是呈现早年 也许是万兴铁路的仓库 那也许是那个水利会的一些工僚 都有可能 因为我其实现在我是没有办法来取证 因为我觉得举证的责任在于我 这太困难了 因为水利会它是一个相当神秘的机构 很多资料也许它已经随其或少 或是即便有 它也隐匿 隐匿不愿拿出来 所以委员叫我们提供证据 这对我实在是有一点 所以我其实是呼吁说 如果对万兴铁路跟刘公俊早年 有一些比较珍贵的照片或一些资料 我就希望说能够提供给我 不过就算指定成为历史建筑 那个房子你们可以在那边续住吗 可以 因为只有这样才 因为夏老师是说 这样可以做一个活的一个导览 但是土地所有权依然是建商的 对 那它不会有意见 它当然会表示意见 可是因为我觉得文化资产 这是属于很高上位的一个法律 那登陆为文化资产 本来就是政府不可能把所有的 具有文化历史的一些 不管古迹也好 历史建物也好 就当做什么都没有 整个时代的演变都只有球星吗 那它的发展过往是怎么样 都不能留下来吗 就只能去图书馆 或是一些冷气房里面 去看一些黑白照片 没有办法去实体走一趟 历史应该是活的 是应该是活的 历史应该是眼睛看得到 而不是只有放在书本里面 是是 书本里面应该都是一个被迫无奈的状况 地下它就消失 可是如果还在的东西 如果还在的街坊 它尽量是要让它活下来 才是最有意义的 而且我觉得最有争议的还是水利署 新来的水利署 流工农田水利会既然知道这里是浚头 而且是整个流工农 它其实在新电市是3.8公里 那唯一有开盖的 就是大家还可以看得到就是 活水的地方 就在我们家前面这一段 其实它就应该好好的保住 因为流工农几乎整个都是在地下 是 而且因为我的印象 同年到后期的印象 整个流工农它其实周边都是张树 那很可惜就是在民国90几年 周习伟县长做流工农封华再线 其实砍掉很多 那唯一就是被我们抢救下来 就是我们家旁边的那棵 那棵珍贵树种它其实现在已经有身份了 新北市政府农业局它是帮它刮牌 那我们也很担心说因为土地的开发 也会被建商移除 我想要松烟的游异 对啊 老张树的眼泪 为了这件事情我其实也是 那时候在有跟户术团体 跟建商有起过冲突 因为建商他觉得说他就是要移除 那那天就是在老树会刊的时候 现场真的有一波 有一波蛮大的冲突 对然后我们后来就跟松烟护树的一些伙伴 其实也做了这些老树 他根系的一些维护 因为不断的会有人想要把它破坏 因为他觉得老树死亡 将来就不会有这个疑虑 而且不会引起周边住户的抗议 不过这其实在台湾很多的护树的运动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树就突然间被堵死了 跟很多我们看到这种一些老树要做纹石的鉴定的时候 它就会自然 那这个其实会看到很多 这看起来都不会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情 因为可能是我本身个性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其实树比人更早在那个地方 所以老树一根非常既往 没错 松烟护树当初移了那么多 不是后来都 移植之后的死亡至少都大概都是五成七成 就是能够留下来的都会有限 所以我就觉得说水镇老树跟老五 其实是整个这过去数十年来 不管是郡道的发展 郡道的演变 甚至于早期生活的那个 沿着郡道那个证明生活 长明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变化应该保存下来 不是凋梁化动才叫历史建筑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你提到的大法官事件 包括提起的行政的诉讼 包括建商告你们 包括提出这个历史的这种资产 历史建筑的这种文化保存 文字的保存 该做的都做了 然后也发生冲突也吵架 对 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走过来了 你面临到什么样的压力 有什么样的心脏去面对这个 各式各样你其实不是很熟悉的这种抗争 你应该原本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上班族 我以前就是那种 因为我父母比较早走 所以就我都很感谢我外婆 我每次都说谢谢你就是这么高瘦这么健康陪着我 那我都觉得说以我的工作 然后我们这样生活会岁月静好 因为确实在我们家那个环境 我那边很漂亮 对我后来终于觉得原来我外婆会这么长瘦 因为今年一大清早在扫章树的落叶 拿着竹梢走 我就记得早上那时候每时候很清早 就听到我外婆拿着竹梢 我家耍耍耍耍落叶声 我觉得那种是很亲切觉得很温馨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外婆很健康那样子 那就是说这些年来因为诉讼的关系 你刚讲那个心脏 我确实我也不太清楚我心脏为什么会 可以承受这么大 因为在整个诉讼过程 因为还没三成定验之前 这个过程我也曾经有 我们家因为是沿着郡道的小藏屋 这个民宅 然后就有黑衣人 就是在我们家这样经过 那甚至于我在开庭前 我也接到陌生的来电 陌生的来电 然后后来一查 哎呀他是枪击犯那样子 然后也曾经就是深夜12点的时候 我外婆的房间出现蛇 我们被放蛇 24小时屋内有三条蛇 那其实这些过程 人现在说来好像就三言两语 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内心的压力有很大 你除了要面对司法 就是每次高高在上的法官 他问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律师跟你谈 就是好像不太乐观诉讼 然后你要面对这种外来的这种 很不相干的那种压力 那乃至于就 因为我们家是一条龙 是那个鞋顶的那种民宅 然后后面刚好是建商取得的 我也觉得这点我又必须提 我也觉得很奇怪 明明他就是公路局运输处的办公室 为什么后来还是被建商拿走 那建商他就想做 我不晓得他的外观拉皮是什么 因为他高嘛 他五层楼我们一楼 就有那个空头物是那个砖块 也从上面下来 这样后来我们不定 然后那时候我人在外面工作 我都接到邻居人打电话说 你赶快回来你外婆在家 然后我就去 我就 我那时候第一个第一念头 我也搞不清楚 我就跑去找冲到他们大楼 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建商就把我丢给一个拿着电钻的 嚼着槟榔的师傅 他说人家说你把他们屋顶砸坏 建商就走了 然后你知道在那个五楼的那个工相工地的那个建筑里面 然后就一个角度冰榔拿着一个电钻的师傅就一直看着我 然后后来他就不理我 我就继续一直 一直在做他的工作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当下我的认知 我想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的人的人 在我的所学的教育里面 做人不应该是如此 那因为建商他完全就是很傲慢的态度 我就好没关系 其实因为房子是我们在居住的 所以我外婆还在里面 我必须把房子维护好 所以所有的损坏 然后我自己承受把它弄好 然后黑道我也自己扛下 我跟我外婆说没事 绝对没事 因为很多朋友在关心 我们有很多NGO团体 那社会关注我们朋友都在看这件事情 所以会没事的 那事实上是不是有事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才知道 因为对家人的承诺 对家庭 对家园的守护 我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做的 那可能另外还有一点是我自己是佛教徒 很多事情我觉得我必须要转念 我是一个积极的佛教徒 因为该面对的事情我就勇敢去面对 那该努力的我就坚定的去做 那至于结果怎么样 老天子有一切安排 对 我还是坚信社会有公平症 虽然眼前到这个阶段似乎是不太乐观 就危机重重 但是我仍有一线升级 我就觉得说 这张照片我一直很喜欢 这是一个台大社会系的同学 吴玉儿 他拍我们家的雨浙 虽然看似很斑驳 但透出一线光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的心境 虽然看起来是很艰困 但是我觉得这一线光引领了我一些希望 像今天管老师也是在关心 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内心觉得 有那个很符慰的一个温暖 虽然很多的压力是你自己在支撑 那你也要面对这压力 但是应该就像你刚刚说你是不孤单的 就是有看到很多NGO的朋友 或是包括律师 或者是很多的 不管是在新政上面 诉讼上面 或者是成情上面的协助 他有考虑不足经营毁 对 没有错 这就是一个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 一个相互协力的过程 那我还是要强调的一件事情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 私人跟私人之间的产权的争议 它事实上是跟国家的体制 跟国家的制度是有关 特别是我们看到监察院都提出了这样一个报告 那应该政府应该要更积极的作为 那当然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来去关心我们的这个党事 今天非常谢谢賴姐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班老师 希望下次访问你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我内心坚定的朝这个方向前进 没错 没错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